好 主观 这种偷画面可以看到 警方摆出一个个的证物 这些都是钦词的作品 如果有熟悉这类作品的民众 可能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其实这就是钦词大师何志龙的作品 但最近却偏偏有人一直买到像这样的作品 但是又来路不明 所以警方也找来了何老师 赶快来确认一下 这是不是出自他手 结果一眼他也认出 这通通都是亲自做出来的作品 原来都是被一名其姓嫌犯给偷走的 台东警方他们就是掌握到了情资 发现这一名毒品人口 原来他相当熟悉 何老师在台东的工作室地理环境 就趁机闯入来偷走这些瓷器作品 甚至还盗卖 而现在人被逮了回来也移送法办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真情 请你现在时间镜头就会让我们跑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